好這段是跟大家說明 教你用白馬下載器 下載這個fboon 點密裡面的檔案 裡面的東西 那這個教學網址 貼在這個youtube的註解這邊 點一下就到這個 這個教學頁面 齒輪 這個播放速度條1.25 可以加速觀看 大家可以順便 點擊一下這個訂閱按鈕 好謝謝 如果你還沒有安裝白馬下載器 參考一下 這一篇裡面的教學 進行下載安裝 好這前面的部分 就到這個頁面 自己來看一下 那這個fboon 這個免空連接數要求比較嚴格 他一次只能 一個IP進行連接 而且一次只能下載一個 要過好幾個小時之後 才能再下載另一個 是這樣子的 好那這個下載數跟分割數 這兩個設定要設1 好這個 參考一下這裡面的教學 到這個delict download這個 這兩個把它設1 然後關閉前清楚已完成任務 這個打勾 123這三項設一下 然後點擊一下確定這樣子 參考一下裡面的這一篇裡面的說明 好那個windows睡眠 把它關閉掉 要不然下載到一半會進入睡眠 參考一下這裡面的教學 那fboon這個 這個 檔案下載的這個頁面 這個網頁分兩種模式 這個大部分的免空都差不多 都會分成那個 單檔下載跟資料夾下載 這兩種的 下載模式 好那我先說一下 單檔下載跟資料夾下載 好這個單檔下載是 點進去之後 然後會出現一個那個 free download的按鈕 是這樣子 這個是單檔下載 那一個是資料夾下載 我點進去 它是目錄的方式 好像這樣子 它是分割成 這種一般是那個 壓縮的分割檔在用的 然後要怎麼下載 就點進去 它會變單檔下載 再點擊一下download 是這樣子 好 那現在使用這個 白馬下載器 來下載 fboon裡面的東西 複製那個 網址代碼 那因為這個連接數 它要求比較嚴格 下載前要先確認這個倒數 有沒有倒數計時的警告 不然會卡住 無法下載 但是這個免空 它是需要點擊之後 它跟那個s 那個rg還有那個s 那個k2s啊等等 還是那個cater file 不太一樣 這個地方你只能自己記一下 好自己記一下是每隔 好在這邊會寫那個2小時 才能再進行下載 因為它這個是要點擊一下download 才能看到那個警告訊息 那這個沒有辦法用 那你就自己紀錄一下 每隔2個小時到3個小時 之後 你再進行那個單檔下載 是這樣子 好複製這個連結 好打開 我這邊有寫 注意一下它這個和mega點 恩利不太一樣 它一次只能下載 一個連結 所以說只能copy一條連結 你不可以copy多條連結 要不然會卡在多秒 無法下載 不能下載 這樣子 好點擊這 然後打開這個bm下載器 新增連結這裡 好點擊一下 我這個地方沒有開那個監視剪貼簿的 因為我還有用其他的下載器 那我這個地方如果開的話會去衝到 我沒有開 好沒有開 所以說 我自己用手動的添加 你就點擊到這個新增連結這個 點擊然後再點擊下貼上 並偵測連結 那上面的這個地方 它會抓出那個連結之後 下面是解析 那個檔案的絕對路徑 會把它抓出來 這樣子 好了之後 再點擊一下這個 下載所需的檔案就好 它就會 跳到這個下載頁面 好 那第一次你使用bm下載器 連路那個 連路那個 對這個FBOOM 進行下載 會彈出一個服務條款的那個 視窗 你這個地方打勾 然後這個地方點確定 確定就好 這樣子 好 好到這個界面之後 好然後輸入 這個驗證碼 Tipp 這個有這個I跟E跟L不太好區分 那 Key els沒有關係 你就是把這個Key 一下 변 好 沒有 它那個 I L跟E不太好區分 那沒有辦法 你就是Key錯了之後 再重Key一下這樣子 還有F 還有那個L 還有那個0跟O OK了 OK之後他會進行讀秒這樣子 好 然後通過這個驗證之後 讀秒完就可以看到下載速度 好 那這個地方免費用戶 下載速度很慢 那假設你是 邊玩遊戲邊下載 或是邊看網站 視頻站等等的 那你就直接縮小就好 用那個縮小到最小 縮小到那個工作列 那假設你是有事離開 那可以設定一下自動關機 比如說上班上學 或者是睡覺等等的 這樣的話 檔案下載完 電腦就會自動關機 比較方便 那這個是點擊下這個按鈕 這個是自動關機的按鈕 點擊下 他現在已經開始在下載 好 然後再點擊下確定 這個地方他會變亮 可以看見那個電源開關變亮了 就代表這個自動關機的功能在啟用 是這樣子 啟用之後 然後當這個下載進度到 100%的時候下載完了 那電腦就會自動關機 這樣才不會浪費電 好 那接下來講一下這個 遇到卡住 無法下載 一直卡在5秒 這個幾乎所有的免空 都會遇到這個問題啊 那這是什麼狀況 這是屬於那個 就是說那個伺服器 比如說FBOOM的那個主機 它連接數 每一台的那個主機的連接數 大概是3000到5000 那連進去的時候 那個連接數爆掉 爆掉就把你踢了 你踢了之後就連不上 那這個地方就會卡在5秒 就會直接卡住不能下載 那還有一個狀況是 那個卡在5秒就是說 它紀錄你多久時間連進去的時間 你會一直重刷那個 讀秒的那個時間 比如說這個FBOOM 它是每隔2小時吧 每隔2小時才 能下載下一個檔 這邊120分嘛 1小時60分 2小時就120分鐘了 你那個紀錄會被一直重刷 你就是永遠就卡在那個 一直重刷2小時 你永遠沒辦法下載 是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怎麼辦呢 這個地方 它這個空間 沒有辦法去直接顯示的 那這個地方就是 你自己抓一下 兩三個小時之後 比如說這個檔你下載完了 你隔3個小時之後 你再下載下一個 再隔3小時 再下載下一個 再隔3小時 再下載下一個 就是說這個下載完之後 隔3個小時之後 你再下載下一個檔案 你只能這樣處理 那這個資料下載也一樣 資料夾下載 也一樣 你就這個下載完之後 再隔3小時 之後再下載下一個 然後再隔3小時 再下載下一個 這樣子 你自己抓一下那個時間 是這樣子 要不然你會一直卡住 完全沒辦法下載 那卡住沒有辦法下載 這個地方怎麼處理 全部停止 假設這個檔沒有 假設這個任務 沒有下載 然後一直卡在都廟 點擊一下這個 全部停止 全部停止 點擊一下 停止之後 把這個任務刪了 滑鼠右鍵刪掉 刪掉之後 隔3個小時之後 你再開始 像我剛才講的 把那個連結Copy之後 右鍵複製之後 到這邊 點擊一下貼上並偵測連結 然後再下載 等它偵測完之後 這個地方打勾了 再點擊下下載所選舉的檔案 然後通過認證 那個驗證 之後就可以進行下載 是這樣子 好 只能這樣處理 好 那這個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那個倒數計時的那個部分 那這個地方就是說 你當你的 譬如說你是卡住 或者是你是下載完了一個任務之後 你這個地方 你只能自己隔3個小時之後 再複製下一條的連結 再進行下載 是這樣子 那就是一個重點 一次只能下載一個 然後下載完之後 你要再隔3小時 才能下載另外一個 那如果你遇到卡住 或是讀秒 完全沒辦法下載 你就把那個任務刪了 刪掉之後 再隔3個小時之後 再進行下載 是這樣子 好 只能這樣處理 好 好 那假設你要那個 筒內贊助我 200塊或500塊 或者是1000塊 的話使用這個連結 到那個小額贊助的網站 好 就可以 進行小額贊助 好 那 別忘了點擊一下這個訂閱按鈕 來支持一下這個頻道 好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 此段視頻